沒有聊世紀 天一天有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n 今天要來看羅馬人對上哥德德倫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迪述 先來介紹一下羅馬人 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步兵科技 每點1點就是加2的加成效果 就是雙倍效果 點1防就等於2防 點2防等於加4防 非常多的防禦力 羅馬人也是之前我們在 看法蘭克人指腐兵工程塔的影片裡 他是一位非常開稿型的選手 所以他是叫 Survivor Listy 應該是這樣念的 那羅馬人他的這個玩法 比較偏向於步兵跟騎變玩法 那他的軍團兵跟這個百夫部長 都會點一下金冠技術 增加這個生產速度 而且點完金冠之後 還會有一小段的蓄氣傷害 其實效果是蠻厲害的 那羅馬人的前期的採集 跟修理跟建造速度加5 合勝的這個效果 其實初期不是很明顯 但是到了大後期 羅馬人的經濟其實算是不錯的 那羅馬人的奴炮造價也是非常便宜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哥德仁 哥德仁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步兵單位非常便宜 而且吃這些大象或野味 吃的時間更久一點 這個效果可以讓他多 大概增加快100肉左右 讓他前期即使被搞到 也不會那麼容易直接爆炸 哥德仁他前期也可以瞬間秒滋步 所以他這邊沒有點滋步就怪怪的 他可能忘記哥德有這個能力 這邊拉一隻大象 然後沒有去點這個滋步就微妙 因為他滋步是不用研發時間的 按一下去0.1秒就研發好了 那馬上就可以去按自己村民了 所以這邊讓這個村民去損失這個血量 只能說是細節沒有打好 好 那先來看一下地圖的部分 那地圖的部分 主金在左邊 上半黃金 石頭在左上角 右邊有石頭 看起來這張地圖不會太到非常差 而且這個黃金可以開城鎮中心 還可以了 而且是偏後方的位置 主金位置比較尷尬一點 但應該還行喔 因為這邊可以圍死 所以問題不大 然後這邊的話稍微微一下也OK 圍一下圍一下 不管怎麼說 圍的方面還是要圍大一點 會比較好圍一點 那來看一下羅馬人這邊 羅馬人這邊是黃金在後方 唉唷這個相當不錯 看這裡有一塊小小的高地處 有點尷尬 要圍叫的話也不太好圍 那果子的話在上方 那石頭在下方 黃金在右邊跟左邊 看起來兩邊的一個地圖平衡性都差不多 大概都四五十分 都有點差 沒有到太好 那這邊羅馬人的果子在前面也是 是蠻麻煩的 這果子可能吃得很不安寧 那哥德這邊都意識到了 唉唷我是哥德 可以秒織布喔 終點下織布技術 那哥德這邊準備要來升到封建時代 羅馬這邊也是喔 算先按下封建時代升級的是羅馬 哥德這邊是二十P上 那他基本上兩邊打的P數其實差不多 但是哥德不用研發織布的時間喔 可以多按一傳喔 這也算是他前期的經濟加成喔 這邊路趕彎開始圍加 最後一隻路吃一吃 經濟吃好吃嘛 但對方羅馬人已經開始要出步兵打法了 那羅馬人的這個三步兵喔 直接轉裝甲 然後馬上補一個兵工場 點下一防喔 這個他的裝甲 直接變成防禦三喔 遠防三 近防二喔 非常坦喔 村民跟他爆打一波 絕對是打不贏的 那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幫我們補一個兵工場 先補射箭場 而不是兵工場 都升級裝甲了 卻不先點兵工場 而是先點裝甲 打一個最兇的流程 這邊趕快按攻兵 那農田部分就先不灑先去伐木 然後先補下兵工場之後 才會去灑農田 通常都是這個打法 這邊直接前壓 那有可能羅馬這邊轉工兵 會直接先去補農田 因為為了要去點這個一級射 這邊有點卡人口 點了一個瞭望技術 先灑一些農田 兵工場趕快補下去 可以補了 羅馬拉回來反打一下 這邊工兵 直接收掉 沒有問題 後面槍兵過來救一下 裝甲步兵各砍一刀 回頭打下槍兵 直接戳掉了羅馬 大量血量 只剩兩滴血了 這個羅馬 沒救了 這個連武十獸我也不要 太慘了這個血 OK 後方的哥德人 補下了兵工場 兩邊兵工場都升級了上去 但羅馬人並沒有打一個 極速步兵壓制打法 所以目前 哥德的這個毛兵 打起來他也是有點害怕 還有這個工兵的部分 沒有想要繼續延續羅馬的優勢 而是轉出了正常的工兵開局 目前看到羅馬 這邊是先把右邊線維號 左邊果然是一個開闊地形 很麻煩 這個高地真的很尷尬 知道會不會被騷擾到 來看一下哥德這邊繼續追逐 並沒有去回訪 或者是想要正面追擊 正面的部分 而是一定要把這個 裝甲步兵往死裡追啊 後面有一隻獅子 幫忙輸出長香兵 這邊打完了 後方工兵想要騷擾 但是這邊的木頭很厚 所以暫時應該是騷擾不到 好那沒有問題 兩邊準備要來升到城堡時代了 好左邊一個大爆圍 直接圍到這個高地 可以圍上高地的話 對方的高地優勢 就不會這麼明顯了 好城堡時代差距 兩邊大約差了45秒左右 好跟著補下一擊蛙精 羅馬這邊趕快也要補下 有這個160 補下蛙精 欸 結果補的是步兵鎧甲 突然城堡時代打長劍兵路線 這個有趣了 哥德打步兵也不會弱 羅馬這邊已經點下了一防 再存裝甲步兵 要不要直上長劍兵呢 先點護衛技術跟長劍兵 雙均勻直接升級上去 二級步兵鎧甲沒有優先點 OK 四隻步兵 開始往前 把後面的工兵給逼退走 長劍兵也升級上去了 但有護衛技術 是可以追到對方工兵的 正面的部分 小工也是持續騷擾當中 直接開下城堡中心 再主進的部分 這邊槍兵想要吸引對方搜村 去打這個槍兵 這邊會搜村嗎 直接不理 後面繼續往前 長劍兵繼續追逐 這邊奴兵的部分 奴兵升級上去 二級射擊點好 這邊羅馬人要趕快轉出 二級步兵鎧甲 OK 馬上轉出來了 就一隻走勢的長劍兵 往右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二級步兵鎧甲也好 好 來看看這邊的坦度 來到了雙防武 非常坦 奴兵射一下 只有兩滴系 這個坦度非常誇張 城堡時代的羅馬人 這個步兵系 非常的恐怖 這邊有點走太近 直接撞TC 這邊繼續追 還沒有想要反擊 這邊羅馬人利用九隻長劍兵 開始吸引對方的工兵主力 去追逐這邊長劍兵 這邊長劍兵拖越久越好 因為他這邊是需要 爭取3TC開弄的時間 這邊回頭打一下 但長劍兵數量實在太多 而且很坦 奴兵沒有辦法第一時間 收掉這麼多長劍兵 還是要稍微拉打一下 甚至自己的奴兵數量 也開始被削減了一些 前方的毛兵全部送掉 當作坦克 後方有更多的奴兵 走過來想要支援 繼續走A 點得很辛苦 但至少啊 終於點掉了一些長劍兵的數量 右邊長劍兵再繼續繞 看有沒有破口可以繼續打 好像沒有 兩邊進入開農期 哥德這邊也是開下了3TC開農 目前兩邊都沒有人造成精細損傷 村民都沒有死 好 補下輪軸技術 好 長劍兵開始往前衝 弩炮過來 稍微看一下 好再次往前 這是後方老頭 有造想了一隻 好補下了神聖思想跟手推車 好這邊奴炮也過來 羅馬奴炮非常便宜 黃金30造價而已啊 串燒一下 先打老頭 但老頭已經用神聖思想 需要再兩發 哇尷尬 剩下一發就可以打掉了 說差一點點了 好 那這邊是哥德人的工兵 現在有優勢狀態 那目前哥德人 其實不要爆出太多的工兵 趕快去撒出更多農田 會更好一點 用這些工兵去撐到地龍時代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用工兵射掉 這邊奴兵 好現在工兵雖然來到了22隻 這時候哥德人點一下地龍時代升級 羅馬大軍已經準備好奴炮跟常見兵了 羅馬似乎沒有想要上帝王時代啊 結果哥德這邊只用了23片田就點帝王 這個相當不容易啊 畢竟他吃的兵都不吃肉了 全部都吃黃金跟木而已 羅馬人這時候點下的彈道學 好這個高地 哥德想要拿下來的意思 那羅馬人的奴炮 稍微補充一下 他是可以吃到彈道學這個科技的 所以有這個彈道學的話 拿對方的奴兵走位啊 或是投資車的走位 會更有優勢一點點 比較不會打得那麼歪啊 不會每次都只打插邊球 而是沒法多正中紅心喔 沒法多中獎 這相當厲害 各種方面 好後面的投資車直接被收掉 藏電兵繼續往前壓制 後方的奴兵 開始奴炮 開始往前壓制 這邊奴炮串燒效果不錯 這邊直接蓋了一根堡 羅馬人用這根堡 想要來反制回去 但是城堡時代的羅馬人 是沒有巨型投資機的 帝王時代的哥德爾 準備升級好 這根堡下去 兩個承認中心都會掉啊 還好帝王時代好了 趕快按一下巨頭開始生產 這邊工兵繼續點 先剩下三級射 增加一下奴兵的射程跟傷害 好 奴炮繼續打這裡 那趕快把這邊工兵拉回來 守城堡這個位置喔 要去把這個巨頭開拆 正面城堡 正面的工程器製造手 也要按了幾台衝車 開始在頂這一棟堡 那這台衝車被奴炮打 血量掉也是非常快速的 好 那目前看到羅馬人 這邊看到對方三道帝王時代 先點下二農 海帶繼續開農 常見兵也是補了一些 並沒有繼續斷兵喔 打了一個算是偏 保守 而是沒有偷經濟的打法 好 那奴兵守在後方 巨頭開拆 那這邊常見兵本來是想要找個機會 進去打一下了 看起來是沒機會了 好 這根堡羅馬也沒有想要應修喔 好 這個城堡應該也拿不掉這個城鎮中心喔 那目前看起來哥德的優勢還是相當巨大的 畢竟對方的雙手劍兵也升級好 常劍兵想要打贏也不太容易 而且人家的步兵現在是六五折 非常便宜 折扣最多的文明喔 這個步兵 OK 拿下了 哥德人現在優勢非常巨大 竹馬在右邊繼續騷擾 想要吸引哥德這邊的注意力 不想讓他直接大軍往前 這邊村民繼續農 但是奴炮的部分呢 一台一台的被拆掉了 這個常見兵喔 應該是雙手見兵 立了大功了 好 正面奴炮繼續反擊回去 這個串 這個串手打的傷害是蠻高的 那以哥德這個文明喔 也是相當害怕奴炮這個單位的 所以哥德暫時要打回去奴炮的話 可能要考慮要把我轉一些肉碼啊 或者是打一些哥德的衛隊喔 好 移動速度比較快一點會比較好 好 哥德也是有大洛馬的文明喔 雖然沒有三級馬侃 但是要解工程器來說 哥德的大洛馬還是相當方便的 那現在生啟兵科技喔 還是要有一段時間喔 或者是直接轉出哥德為隊友進行反擊喔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或是直接不要理這些奴炮 一直打的側翼攻擊喔 不要去跟這個奴炮應對面喔 會更好一點 好 這邊奴炮直接串燒 串燒了一隻雙手見兵 這邊高達第一奴炮傷害實在非常高 好 靠近的時候奴炮就已經解決掉了非常多的雙手見兵 這邊奴炮真的讓哥德有點害怕 使用巨頭反擊 OK 但沒有打到 哥德這裡也補下了二級的步兵鎧甲 羅馬這邊農到了104村 這時候終點下二級伐木 沒有意識到自己沒有二級木的問題 經濟其實很差 好 這個高第一這邊拿下來的狀胖 對於哥德人來說會有點麻煩 對 沒錯 不要跟他拼這命阿 攻他上路阿 還有下路阿 中路直接無視就好了 中路是一個不重要的路 上下攻更重要 OK 哥德這時候突然 毛射盾開 開始往左邊開始開打 那這邊他也可以拉一些村民 直接來左邊插一根寶 直接插這個位置 在後面挖黃金 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案 從左邊開始殺進去 那奴炮陣最麻煩的地方 是他擁有高地優勢 基本上就很難再拿回去 結果哥德這邊想要用步兵 嘗試突圍 結果發現這邊除了奴炮之外 常見兵的數量也是相當多 哥德這邊補下了二級的農田 這邊是6TC開農 但是他這邊斷村斷的有點嚴重 基本上村民都沒有滿彩 滿效能的 這邊再繼續補下兩台巨頭 開始往前前壓 這根城堡想要守住這邊大片農田 有機會嗎 正面又再次嘗試使用雙手劍兵 想要突圍 但是奴炮傷害實在太高 串燒效果實在太好 所有的雙手劍兵 都被奴炮給串燒掉了 好 電王實彈還有差300囉 雖然正面的城堂中心 被巨頭給拆掉了 好 彈劍跟城堡喔 可以稍微擋一下 OK 終於買賣一下頂下的帝王實彈 這邊衝車開始往前 奴炮也往前 所以這邊正面損失掉了非常多的雙手劍兵 終於點下的劍勇 哇 直接串燒村民 有彈道學的奴炮喔 真的是滿厲害的 好 開始在進行攻擊當中 這一波城堂中心應該可以拿下 後方巨頭準備開拆 好 奴炮開始反擊回去 串燒效果非常棒 這一台奴炮立了大功 只要這裡沒有奴兵的話 就可以用長劍兵 壓制回去後方的巨頭囉 好 上方有一些劍兵勇士 左邊衝進來 升級好 要直接手撕城鎮中心嗎 還是要先砍村民 好 絕地要來手撕城鎮中心了 但是後方有奴炮過來防守 這一波串燒還是打到了一些傷害 奴炮開始陸陸續續補了過來 正面城鎮中心果然被頂掉 後方奴炮繼續深入 後方割得的城鎮中心 左邊的部分使用奴炮 加上長劍兵喔 順利守下了這一根城鎮 哇 在石頭挖完的時候 剛好把這個城鎮守住了 好 但正面的劍兵勇士 還是順利的拆掉了這裡的城鎮中心 下方這裡有非常多人村民在移動 後方鎮兵也在開始防守當中 後方趕快補過來繼續協防 後方這根城鎮做到了非常多的事情 已經拿到了12殺 13殺 哇 這個傷害越來越高喔 好 當然上方家裡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這一坨奴炮 還有長劍兵跟衝車 打的分推戰術 打得非常漂亮 哥德爾這邊這時候補下了三攻的升級 但是 羅馬這邊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後方這根城鎮可能是想要直接手撕掉 有機會嗎 城鎮這邊補了一些血量 但是沒有這個 裸孔技術喔 好像可以喔 但後方長劍兵很多喔 可能要直接撕掉不太可能 好 城堡這邊傷害繼續輸出 後面稍微招響了一下 劍兵勇士的部分 劍兵勇士沒有三級 鎧甲死傷閃中 速度死得非常快速 這邊長劍兵抵抗效果非常好 好 順利守下來了家裡的問題 右邊的奴炮繼續進攻當中 這邊想要來偷挖石頭 但是被抓破 奴炮又回到了高地 很難防守 這邊想要吸引對方的劍兵勇士過來 奴炮串燒 直接串掉了一些血量 繼續攻擊 奴炮這邊打得非常好 串燒掉了非常多的傷害 我把奴炮的傷害很屌啊 好 但是對方拿到高地優勢 要再稍微繼續拉打一下 床劍兵也不能直接硬打喔 好 這邊更多的劍兵勇士補了過來 這時候羅馬人離地用時代還有五秒鐘的時間 上方奴炮爭取時間已經爭取夠多了 而且也拆掉很多建築物喔 算是不錯的一個結果了 好 後方奴炮繼續串燒 床劍兵繼續補一下 這邊三級長軍團兵 軍團兵繼續爆出來 哇 非常多的長劍兵繼續反擊 但現在對方擁有的這個 劍兵勇士的一個傷害加成 打得非常快速 但後方的這個刺激 一會兒會被拿下 劍兵勇士砍劍竹山很高的 硬生生的被村民給修了回來 長劍兵繼續往前 哇 長劍兵真的很扛啊 雙反五的效果 真不是蓋的 雖然攻擊力沒有像劍兵勇士這麼高 但至少還是順利的守了下來 好 劍兵這邊有點尷尬喔 怎麼進攻都沒有辦法 直接把羅馬給一擊斃命喔 到後方這邊大爆挖石齁 沒有被抓包 空間補下來一個新的城堡 好 劍兵這時候補下來 增兵技術還有工會制度喔 好 開始往前 羅馬這裡點下了三攻 攻擊也點好 但是軍團兵已經升級好 十二加二的傷害 再補下三攻就變十二加四 那如果還有這個 點下金冠技術也佔軍 可以再多加一點蓄氣傷害 還有這個生產的效率喔 讓他變成另類的哥德人 但是他只有50%喔 哥德是100%的訓練效度提升喔 兩倍訓練效果緊噴 好 但羅馬人的雙防來說 是優於哥德人的喔 雙防6 劍兵勇士的防6是有跟沒有一樣 近防3 遠防3 是被大打折扣的 人家是你的兩倍防露力阿 好 這邊騷擾有點失敗 好 右邊軍團兵 開始在拆除野外的哨戰 好 這裡也直接不管中路 但中路被打出一個洞來 大量劍兵勇士可能會衝進來打個一波 左邊的軍團兵可能要回來救一下 好 軍團兵趕快回防 正面的村民趕快拉走 右邊的軍團兵想要破口進去 但是後方有一根城堡 一進去就遇到城堡往後拉 看到神聖中希可能要直接手撕 後方的努炮串燒效果非常舒服 而且有彈道的血打得非常精準 這邊看到努炮只能選擇撤退 但是目前羅馬人並沒有任何的工程方式 好 再次拉到了城堡下方 想要跟軍團兵舉一死戰 但右方的軍團兵已經騷擾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這邊村民直接損失殘重 後方的過來自己的軍運也是直接被打爆 手撕城堡中心沒有問題 再一次拿下 好 羅馬人終點下來野戰軍了 看來是要打算打一大堆的軍團長 把這個軍團兵 那軍團兵跟百夫長選擇 這個時候打百夫長的話 升級的這個轉折 需要非常多的黃金喔 那如果自己是打軍團兵的話 黃金消耗就沒有那麼兇猛 而且生產效率其實也是蠻優秀的 好 這邊補下更多的軍營 欸 這邊補軍營 是要繼續爆軍團兵的意思了 好 不可能轉槍兵嘛 對不對 羅馬人轉槍兵不太有意思 但哥德爾這邊是有火槍的 好 火槍開始射這些軍團兵3非常的優秀 上方有一團劍兵勇士拆除了城鎮中心 羅馬這邊有一些受到劍兵勇士的騷擾 好 但直接拉奴炮過來防守 後方的這一團軍團兵繼續深入 羅馬哥德爾的領地 還是擊殺到非常多的村民 好 這一坨 劍兵勇士想要守司城堡嗎 但不太可能吧 下方這麼多的 奴炮串燒效果非常的好 哇 直接串掉了大量的劍兵勇士 哥德爾這一波完全是在下水餃 這個水餃好吃啊 下好下嘛 好 後方四台巨頭 繼續開拆 成工程器製造所 但這不用點照鏡喔 這裡正面沒有大量劍兵勇士防守 只有火槍兵喔 他可能認定喔 我有火槍 你只有忍兵器 你是打不贏我的 但這時候羅馬人突然掏出了他的寶兵 百夫掌 百夫掌現在也可以吃到三攻的效果 基本上是13加9的一個傷害 非常高傷害的一個能力喔 好 這邊想要砸 弩炮 果然砸到了一些數量 但後方又補了更多的 劍兵友士正面防守 好 第一時間串燒 開始進行後方的攻擊 後方的火槍傷 血量開始掉了一些 軍團兵繼續往前 也是打到了後方的火槍 但要優先收掉隻巨頭的部分 左邊挖黃金的村民有點被抓包 但也沒關係 拉一些軍團兵防守 後方的騷擾還在持續當中 這一隻軍團兵只剩下一滴血 但是他已經擊殺了七隻村民了 右方這邊直接偷挖對方的黃金 他表示 羅馬表示 這邊的黃金由我來接管了 哇 這邊黃金越挖越多 煩哥的人這邊黃金只剩下一個人在挖 正面這塊金一直沒有繼續補回來 我還一直在對敵人的黃金念念不忘 去打這塊左邊的黃金 這時候百夫長的數量開始慢慢變多 來到八字的數量囉 這個資源量是不是要點金罐 又是要點金銳升級嗎 金銳百夫長加軍團兵的打法 好像挺厲害的 但這個黃金銷非常的兇喔 哇 羅馬後期的經濟真的太好了 這個前期的5%加成 感覺有跟沒有一樣 但是到了後期喔 真的是羅馬帝國的感覺 真的覺得這幾次的DLC的改版 文明特色都做的還蠻不錯的 雖然我還是很不推薦喔 大家去買羅馬的這個DLC 我覺得相當不划算 但感覺這次的三...王刺 這個三脈王刺喔 可以期待一下 好 高地城堡傷害非常高 而且這裡馬凱完全沒有生 根本扛不住箭矢的傷害 後方火槍兵繼續拉打 擊殺掉非常多的軍團兵 這一波的攻防戰 看起來羅馬有點... 在學哥德下水餃了 但是還好他後方還有更多的軍團兵 在進行騷擾當中 哥德這邊也把剛剛損失掉的村民喔 也去補了回來 後方黃金似乎忘記了喔 一直被挖狀況 好 正面這波拉打 看起來是哥德 用火槍拿到了一些優勢 但正面的三巨頭 還在繼續無情開拆 這邊拉了一些劍勇 想要來直接防守 但正面軍團兵跟百夫長請朝而出 開始要來做一個正面的激烈抵抗 這個軍銀真的很卡耶 要不要第一個防止啊 要一直繞路喔 好 這時候哥德轉出了 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看到對方百夫長有點不太妙 火槍跟劍兵勇士都打不太贏 羅馬這邊也是很偷漆啦 完全沒升防禦力啊 後方這顆黃金真的是被遺忘了 還在挖 正面城堡被羅馬拿下來 後方的火槍繼續往前 但是沒有在拉 趕快拉 對 趕快拉火槍 繼續甩槍很重要 但後方的火炮可能會被抓掉 火炮很危險 哎呀 直接被抓掉了 很虧啊 結果在這邊轉出了長長兵 想要來反制對方的百夫長 但是你反制了百夫長 卻不能反制對方軍團兵啊 這是一個很尷尬的一個事情 好 花了大量肉跟黃金 點下了紫衣兵的升級 羅馬點下戰毛兵 還有跑速 攻兵鎧甲 而不是騎兵鎧甲 挺微妙的 你要再退 再退三巨頭就沒囉 這邊軍團兵直接上前應戰 對付對方槍兵 但對方槍兵完全沒有辦法跟軍團兵比 軍團兵直接正面擊破 以少擊作 打爆了大量的槍兵 這時候哥德突然意識到機動性單位的重要性 開始轉出了騎兵的鎧甲 右邊挖石頭還被抓爆巨頭也被拆掉 這一波哥德又是損失慘重 上面趕快直接圍了起來 唉唷 圍的速度非常快啊 好 左邊的槍兵繼續往上走 這邊繼續施加壓力 哇 這個黃金真是挖太久了 完全沒人發現 OK 左邊有少量槍兵軍騷擾 哥德也是努力想要打多線 很明顯他的多線來說是沒有那麼有機動性的 好 一定要趕快把這個弱馬給升上去 用大弱馬去騷擾會更好一點 好 開始轉騎兵的鎧甲 還有這個耕種技術 火馬這邊轉出了大量的戰毛兵 想要用戰毛去解對方的槍兵 但我覺得繼續轉奴炮就好了 奴炮打這個大量的護兵還是很優秀的 當然可能是顧慮對方會出火炮 如果對方轉火炮的話 那奴炮就沒有辦法很好存火了 OK 哥德沒有三級鎧甲的關係 劍兵勇士被戰毛兵打還是很痛 哇 這些戰毛輸出非常好 大量劍兵勇士想要上前拿下三巨頭 但是移到正面的數量就已經減少快要到一半 正面大量的軍團兵加上百負草 直接阻止了對方的劍兵勇士 拆除後方的巨型頭司機 再拿一些村民過來修理一下 這一波哥德有損失了大概上千的肉 後面有補了更多的兵過來 但是好像黃金快要見底 直接打出了聚聚 哇 這一把兩兵 步兵出了總共大概五百多隻 265隻的軍團兵 對抗346隻的劍兵勇士 這個數據也是相當的亮眼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羅馬人拿下了十五的勝利 黃金則是贏到了快要三千左右 但是哥德有四陣 繼續打下去的話 只要羅馬黃金挖乾 可能就結束了 但是現在羅馬人 連哥德人的正面 都有點打不太以羅馬的軍隊了 所以只能冷痛 直接打出GG 軍事方面 哥德人的效率真是不錯 中期那些奴炮串燒 也是串燒到了大量的步兵單位 後面的軍團兵跟百負草 生存跟傷害都是一個不錯的單位 直擊殺了六百單位 但自己卻只是損失了四百單位 直擊殺綠還是相當優秀的一個單位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